第35课 植物会出汗 1.听力 第一部分 第1到6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1 天气太热了 踢个十分钟就还受不了 我得去那棵树下面歇歇 喝点温开水 可别吃冰激凌什么的 女的有什么建议 2 中国的植树节是哪天 3月12号 这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日子 他一直提倡植树造林 中国的植树节 为什么是3月12号 3 你昨天去看小兰了 她恢复得怎么样 挺好的 再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从对话中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4 办公室那台心腹影机 真不错 是啊 能自动换纸 自动换页 还能自动装钉呢 他们在谈论什么 5 明天的活动很重要 你们都不要淘气啊 老师 保证一切行动听指挥 难的是什么意思 6 孩子还小呢 你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别吓着他 每次看到他这样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女的怎么了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大树是通过毛细作用 来提水的吗 以前大家都认为是 但现在人们发现 是蒸腾拉力在起作用 那具体是怎么运转的呢 这一点到目前还是个谜 关于蒸腾拉力 下列哪项正确 八 你跟小刘谈恋爱了 胡说 我根本不认识他 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我都没说是哪个小刘 你就说不认识 反正不管哪个小刘 都不是我男朋友 女的是什么意思 九 你这次测验怎么样 不太好 我觉得很多题 都跟课后的补充生词有关 但我以为补充生词不会考 都没复习 之前老师还特意强调过这一点呢 其实我听见了 但复习的时间不太够 就没管 男的为什么考得不太好 目前人流量很大 请大家自觉遵守秩序 准备好您的车票 排队进站安检 您好 我是在网上订的票 没有车票 可以凭身份证进站吗 可以 如果您需要车票 也可以到那边自动取票机上去取 好的 谢谢 男的最可能是什么人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仙人掌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植物 它们生长在干旱的沙漠地区 为了适应缺水的气候 它们的叶子演化成短短的小刺 以减少水分的蒸发 同时也可以作为防止动物吞食的武器 它们的根非常发达 一旦下雨 一旦下雨就会大量吸收水分 从而满足自身的生长需要 十一 新人掌最适应下列哪种环境 十二 新人掌的根有什么特征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你见过寒羞草吗 它非常奇特 名字叫做草 但它也会开花 说它是一种植物 但它就像动物一样 懂得害羞 其实 这是因为它对光热很敏感 只要我们用手轻轻碰碰它 本来展开的叶子 就会向下合起来 要过几分钟后 才会重新放开 寒羞草原产于热带美洲 现在广泛分布于世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寒羞草的花 叶都具有较好的观赏效果 且较易成活 适宜在阳台盆栽 它还可以止血止痛 当作药材使用 十三 人们为什么叫这种植物寒羞草 十四 关于寒羞草 下列哪项正确 这种植物流 这种植物 她应该是几分行的 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 就是 这种植物 加入坏 现在 这种植物 和者 这种植物 这种植物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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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